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5日17点23分联合报记者李一新及时报道谢姓男子在KTV唱歌与人起冲突,事后 纠众从超商外掳走一名店员及其友人,乡两人丢包山区,被害人未受伤,警方陆续查获谢等15人纠办,查出是寻仇认错人百乌龙 警方调查,3日上午近7点,谢姓男子21岁等十多人分成7辆汽车,前往台北市内湖区丽山街某超商巡 愁,店员侯姓男子与有人张姓男子在店外聊天,遭殴打强压上车,两小时后被害人在新北市中和区山区获释 案发时侯的女友在场,新建男友被掳报案,警方赶到时范贤已离开,调阅监视器锁定范贤车辆,陆续查获6人,今天在歹谢等9人 范贤公称,日前在台北市大安区某KTV唱歌,会与侯的友人起冲突,掳人质问确认当天侯不在场,发现找错仇家 警方在台北市及新北市具体搜索,查扣刀蟹三把,棍棒五只,K他命五包极大 麻三包,徐厚江蟹等人依防害自由,伤害,恐吓,毒品等罪嫌移送法办 谢姓男子纠种从超商外掳走一名店员及其友人,向两人丢包山区,警方陆续查获谢等15人,查出是寻仇认错人 记者李一新,翻设分享谢姓男子纠种从超商外掳走一名店员及其友人,将两人丢包山区,警方陆续查获谢等15人,查出是寻仇认错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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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者李一新,翻设分享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私奇,因为今天是如其基迪啊,分享分享留言烈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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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